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嫂子 我一会儿就回来 沈哥哥 我电脑情况挺严重的 可能会有点晚 没事 没事 去多久都行 不回来都行 我不在乎 沈哥哥 走吧 走吧 沈哥哥 我知道 因为电脑出了一点小毛病 就弄成这样你们都很不可思议吧 其实我虽然看起来生活得很优越 珍重拥有的却很少 那些照片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好了 你看看 文件应该都没有丢 好了 沈哥哥 你怎么什么都会 什么都做得好呀 本来也没什么大问题 只是中了毒而已 不过比较奇怪的是 就算是中毒 有些系统文件也不该消失啊 难道是保姆动我电脑吗 我一会儿就好好问他 没什么事 那我就先走了 沈哥哥 都到这个点了 你留下来陪我吃晚饭好不好 我不想一个人 在这么大的屋子里吃饭 我吃饱了 我给你盛一碗 我吃饱了 肯定做了 我吃饱了 我帮你收了吗 不要 你进屋学习吧 一会儿自己吃 吃饱了 为什么不收 你该不会去等什么人回来吧 懂谁啊 还有人要跟我们俩一起吃饭吗 这家不是我们俩吗 以前在乔阿姨面前 倒挺大方淡定的 怎么到现在开始在乎 沈安什么时候回来了 我在乎沈安 不是你看看 还剩几天了 谁还有心情在乎他回不回家 进屋学集 我在车步 行吧 家影啊 你有没有考虑过多认识一点新朋友谈个恋爱啊 怎么忽然问这个 我在想 最近你遇到的困难 如果有个男朋友照顾的话就很容易能够解决 你也不用等很久或者跑那么远去找我 沈哥哥 你是烦我了吗 没有 我工作本来就忙又结了婚 不可能总是有时间陪着你啊 沈哥哥 我知道你的婚姻是和别人不一样的 怎么不一样了 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你的婚姻就是摆一个太太在家里 营造你更可靠更稳重的企业家形象 不是这样的吗 对 以前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这么多年都来读网惯了 不觉得有了婚姻生活会有什么不同 可现在 每天工作完 我知道有个地方可以回 有人在等我 为了琐碎的事半岁吵架 这种感觉挺自由 所以小影子 你也应该努力 去找到一个专门等你的人 我吃的差不多了 我先回去了 沈哥哥 我知道我不应该多嘴 但我是真的怕你受委屈 那个初夏姐姐 真的是在等你的人吗 这 她不是有一个身情宽宽的 泰迪学长 我前两天亲眼看见的 初夏姐姐在冷汤陪泰迪哥哥吃饭 连服务员都说了 她放下手上的工作 专门为她吃饭的 喂 泰迪学长 不知道明天你没有时间啊 哦 有点是 哦 有点是 真的吗 太谢谢你了 泰迪学长 行 那我们明天见 明天 嘿 你干嘛呢 那个 你偷听我讲电话去吧 没有啊 我 我想洗苹果啊 在家里你家 没吃点水果甜点什么的 我连晚饭都没好好吃就回来了 关我什么事啊 那个 谁来的电话 好像是泰迪 他有什么事吗 关你什么事 学长 等很久了吧 没有 是我来的菜早 怎么样 想好了今天去哪里 考前倒下锅了吗 想好了 对了 今天太麻烦你了 学长 本来跟芬威约好用他的车 但是他突然间有事来不了了 这算是麻烦呀 我既然刚好打电话 知道了这件事情 就不可能不管了 走吧 真巧啊 这是要去哪儿啊 太太 去 去 去 转转 正好我也挺长时间 没到外面转转了 咱们一起吧 不 沈 沈岸 你不是跟我说 你有工作吗 因为有工作 所以不能开车 带我出去啊 你 你忘了啊 工作呀 已经取消了 不过车确实让詹姆斯开走了 所以没办法 只能跟着你们喽 快大 评论 不管是一个人 那就切ろう 因为两个人 就像我们喽 在嘴里面 特别刚才 他们开始 找过 能跟着 太普通了吧 快了 那你说的是谁啊 你听说 我们的时间大婚那一段 看起来有点像 学长 这种苹果好不好吃啊 哎 这种呢水分不高 梦想啊 他喜欢吃脆一点的 有人问你吗 那我明明知道答案 我能不说吗 我觉得这种苹果 水分足够了 而且很甜 真的吗 哎 哎 你还真买这种啊 哎 梦想要是不爱吃 你别后悔啊 什么 哎 哎 等一下啊 哎 这个好 我以前经常吃的 嗯 吃的时候崖面割掉是吧 跟钻石一个价钱 哎 这个大折 哎 我来帮你 初夏 是用这个吗 谢谢学长 哎 你好 看看床上用品啊 嗯 现在正在促销呢 都特便宜 哪一款 您看这个 这是羽绒杯 又大又舒服 特别适合你们这些年轻小夫妻用了 啊 我们不是 是吗 很适合我们吗 对啊 哎 这个很不错的 晚上咱们两个盖起来一定很舒服的 啊 是不是老婆 啊 不好意思啊 你们 不好意思啊 你刚才为什么不澄清啊 只是跟促销阿姨客套而已啊 学姐是这么经常的 我已经任凭你监督我们的婚姻了 还不够啊 泰迪 初夏可是已经嫁给我了 你说过既然是男人就愿赌服输的 我后悔了 不可以吗 男人有时候要讲究愿赌服输 但有的时候 也要学会期而不舍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本卖场的大酬兵活动 当然 只要你敢来 我们就敢送 那大家看到了 我们现场有这么多的礼品 平常你要花钱买的 今天我们白送 真的是白送哦 平常几千块钱买到的东西 我们今天白送 只要你上牌 我们就给你东西 不用学长 你这是 沈安今天太好了 再逗逗她 这车有那么沉吗 需要两个人 三等甲 她一个人推就够了 二等甲 你干嘛呀你 一等甲 多功能炸汁机 你 炸汁机 这个好 梦初夏 我说你 该不会是想去玩游戏吧 炸汁机那种东西 买一个不就好了 炸汁机不属于生活必需品 但是不能随便花钱买 既然不是必需品干嘛还要 你想想 如果把西瓜 菠菜 核桃放在一起 会是什么味道 或者说把西瓜 肉松 鸡蛋放在一起 又会是什么味道呢 那喝起来 一定非常简单 不管是什么味道 都得用炸汁机 炸出来之后才会知道 我理解你对黑暗料理的一片热 但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 沈太太参加这么丢人的游戏像话 如果那么想要 我去给你买十个回来 沈爱 我说你这个人 到底懂不懂 什么叫生活乐趣啊 我告诉你 今天就算你给我 买个炸汁机场 我也要把这个炸汁机 赢回来 台上现在只剩下两个名额了 还有没有想参与的 举手示意我 这个对 我帮你去吧 这样赢的机会更大一些 我看到了 那位帅哥 来有请 泰迪 你真的要做这么丢人的事啊 当然了 你什么时候见过公主亲自上阵呢 都是真正的骑士替她上阵上 有请上台 她怎么能说出这么恶心的话 来掌声欢迎 来 有请帮我们拿一下我们的小道具 一起跟我们做游戏 还有没有 学长 加油 这还真把自己当成压死亡了 加油 加油 还有我 我也参加 我又看到了一位帅哥 来 有请 我说好陪我浪平 骗子 都说不好 不生气了 哎呦 你们小心点啊 来 你点个茶 你 一定就是菲菲最好的朋友 这家店的公子米大鹏先生吧 公子 这这是在下 你就在下二鹏就可以了 那怎么行 李先生年轻英俊 一表人才 听说还是IT界的精英啊 又默默的守护了菲菲这么多年 认识你 是我的荣幸 我哪跟你说那么好啊 我 我爸就是比童年人稍微强那么一点点 总是跑在别人前面 我的压力也很大的 二鹏 你也太容易被人收买了吧 有人说出个事实 我们就勇敢的去承认好吗 李先生 李先生 他今儿气不顺吧 我惹他不高兴了 坐 好好好 请坐 菲菲 虽然这两天我不在 但是我们可以随时通电话 就跟我在你身边一样啊 那怎么能一样嘛 人家专程请了假 现在好了 又只能一个人在家里摘着 好吧 看来 必须得要一份礼物 做个补偿啊 要不要看看 这个乐队在本市的演出今晚是最后一场 你和我都特别喜欢他们 肯定想去看 为了你 我还多买了一张票 好让你的好朋友可以陪你一起去看 我觉得米先生就不错啊 我 你让我一起去啊 对啊 你不是粗吗 米先生这么优秀的男士 陪在菲菲的身边 我当然会紧张的 但是我觉得男人之间的较量 应该是坦坦荡荡的 如果你陪他去看演唱会 这么点的小事我都不肯 那我岂不是拍小家子戏了 好 我承认你是我的竞争对手 菲菲 你看见魏先生怎么评价我的 来 这个 在演唱会的附近有一个烧兵吗 在看演唱会之前呢 你们可以去小小的过沟 就刷这张看 这几天 你都会不由自主的按肩膀 肯定是身体有些劳累了 所以 我要给你办理张合摩卡 明天 你可以去做个SPA 好好享受一下 还有这个 这个是我郊区别墅的钥匙 昨天我看你收了个快件 是网上新订的泳衣 肯定是想玩水了 你又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 你又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 后天晚上我就回来了 怎么样 嗯 嗯 虽然这个事情一直都在发生 但是我还是觉得太神奇了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想什么 这不难啊 只要用心就行了 嗯 能遇见你 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 我也是 菲菲 如果是她的话 我愿意放手 哎 诶 初夏发了一段视频 啊 什么东西啊 菲菲 你不会相信我看到了什么 确实是我二十八年来见过的 最幼稚的画面 看我 这干嘛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是什么呢 什么呢 你准备声音都太过不过标准了 再这样站出去就输了 记性点好不好 还是要不要 白菜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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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瓜敦 白菜堆 南瓜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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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对 那瓜多了 走起来 不要急 来 五位 坐 哇 很遗憾 我们的神勇 停接着 来 台上的四位有事 来 换一换阵型 来一起续走 在哪里 把他表出来 啊 来 从头上 续走 好 坐 坐 哇 你看 大家身上有位 好看 台上有位 一开始我以为 这个白菜先生 就是那个 挺有名的 沈公主 可是看了他 那比台诈之机 这么拼命 肯定不是了 你什么眼神呀 这个白菜啊 比那沈公主要帅多啊 我最喜欢南瓜 我就要南瓜影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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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们的南瓜先生 跟白菜先生 真是一场恶战 谁也不输谁 谁也不让给谁 那么谁才是最后的一家 把我们的炸汁机 包回家呢 那大家都看到了 眼前的分数 那最后一关 马上就要到来了 最后一关 二十分 也就是说 如果南瓜先生 得到这二十分的话 就能一转获胜 而白菜先生 如果得到这二十分的话 就能成为 当之无愧的冠军 人已经是我的了 如果现在忍受的话 还能勉强留住点面子 身后的乐趣 就在于 常常都会出现转机 对 你也 说不定都会说 好 现在 现在 我就要揭晓 最后一关的内容了 最后一关 你们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我知道 我不说 你们不知道 我现在说出来 但你们知道 最后一关的内容就是 歌喉展示 也就是说 有请两位先生 各选一首歌唱出来 现场的各位观众 都是评委 谁获得的掌声 大 谁就获胜 大家说 好不好啊 好 这也告诉我 两位先生 谁先来了 好 我们的南瓜先生 加油 加油 好 等在这里 城市出口 我不再拥有 我在注意 你的借口 没什么不忠 好陌生好熟悉 快乐像褪褪色的黑白曾经 你站在无法追逐 我给你爱的自由 所以我好保留 也许你不再回头 才让我看到了最终 这种尽头就放手 我们的南瓜先生不仅人掌的帅 而且唱歌唱的也是一级棒 好那么现在有请我们的白菜先生向前一步 白菜先生你想唱一首什么歌呢 白菜先生唱一个 白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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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实在在甘心了 还有特别感谢学长帮我援的这个榨汁鸡 对了 要不到楼上坐一会儿吧 顺便喝点东西再做 默初夏 谁答应请他上去了 你这说什么话呀 学长不也是你的朋友吗 今天不是 当然没问题 不过 不是今天 我今天还有工作呢 改天吧 好啊 哪一天啊 哪一天啊 既然 既然你不欢迎学长的话 那就选一天你不在的时候呗 你们 你们 你 附近啊 你拿了那么多东西 我帮你送上去再走 好啊 有这个必要吗 这还站着个喘气的大活人呢 来 师傅 再见 学长 不好意思啊 改天见 询问 诶 诶 你怎么把东西都放地上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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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里找人啊 哥 等一下 你行不对 想不想吃点什么 喝点什么 我就是出来倒水的 正好 今天你泰迪叔叔 赢了一台榨汁机 我正想试试你 妈给你榨汁 懂啊 孟初夏 你看看 这桌子那么脏 怎么能把苹果放在上面呢 反正一会儿要洗 放着那怎么 那你就放着这桌子 这么脏着吗 还有杯子 上面明显有水痕 难道你打算用这个来盛果 这让孟想喝啊 既然说到了水 这房子的水质太差了 洗出来的水果能吃吗 陈大公司又犯病了是吧 不就因为一个榨汁机 你至于吗 再说了 输给泰迪学长也不丢人呢 泰迪学长本来就很优秀嘛 莫初夏 你现在是当着我的面夸别的男人 别忘了 你的身份可是沈泰的 和其他不相干的男人关系 这么密切不太妥当吧 孟想还在呢 说话注意到 莫初夏 我是认真的啊 好 那我也认真地说一说 你沈大公子可是郑重地跟我承诺过 如果我孟初夏有了喜欢的人 咱们马上停止这场婚姻游戏 并且你还会负责跟这个人解释清楚 也就是说 我跟任何人来往 你都无权干涉 那你 是真的喜欢李泰迪 孩子面前 我拒绝回他 既然你不承认喜欢他 那出于我和沈氏公众形象的考虑 你就应该和其他男人保持一定距离 尤其是 李泰迪 沈岸 我们这场婚姻游戏 归根到底是因为你给了我太多的帮助 而我对你的报答 所以在家里你怎么折腾我都算了 可是现在你要干涉我跟什么人交朋友 有点过分了吧 而且最近 我也仔细观察了一下 我们周围已经没有什么记者了 我看 我也是时候该搬走了 我这是在好好跟你讲道理交流观念 你不要走时拿搬走这件事做威胁 不是威胁 我迟早都要搬走的不是吗 要搬家 好啊 找新房子收拾收拾东西 怎么招一点一周的时间吧 好啊 那我就不用中考了 好啊 好啊 要不您再通知我一声啊 回屋了 开提学长啊 什么 还有一箱东西 都是因为某些人拿东西的时候一点都不注意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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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意送一趟 反正我也没什么事 我去公司取一趟就行了 行 那一会儿见 又要见面 不只见面 说不定还不回来了呢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了 封闭测试已经完成了百分之九十 预计会在凌晨三点的时候全部完成 好 有什么进程和情况随时通知我 嗯 好 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 我就先去工作了 幸福了 你好 请问泰迪哥哥去这个办公室吗 李总 有客人 请问见 你 艾迪哥哥 乔小姐 你的办公室 好温馨啊 乔小姐姐 怎么今天这么有时间 其实 咱们在美国的时候不就见过几次吗 回过之后就一直想念语 可是沈哥哥太忙了 一直没有时间 我今天刚好路过 就想上来看一看 没想到 你真的在啊 还好我今天加班 要不然你要白跑一趟 喝点什么 茶还是咖啡 水就可以了 嗨迪哥哥 你也喜欢养花草啊 是啊 看到这些沉默不语的小家伙们 心也会跟他安静下 迪哥哥 你听说过 夏儿奎的传说吗 仙女Cready 爱上了太阳神阿波罗 天天盼望着他 能够停下来 和自己说说话 所以每天注视着天空 看着阿波罗 驾着金币辉煌的日车 从天空划过 可是阿波罗 从来都没有看过Cready 众神怜悯这个女孩 我才便做到朱仙奎 很多人的爱情不少 是不是 可是 后来仔细想一想 Cready不是太傻了吗 如果他当时能够积极一点 主动一点 争取一下 说不定 这不用被变作一只 孤独千百年的职务了 太阳哥哥 感人不重要 幸福才最重要 是不是 看来佳莹有话要说呀 我知道 可能我说这些话 有点对不起沈哥哥 不过 你心里会有多难受 心里会有多难受 佳莹啊 对我来说 去勉强初夏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 才是我最大的难过和不快 所以不管他选择什么样的路 我都会无条件地支持 你就没有什么放下不放下 那如果 初夏姐姐选择的生活 不是他想要的 你会怎么办 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在家里休息 他在哪儿 回不回来 都和我没什么关系 那你还在我屋子里干嘛 我还要复习呢 怎么着 希望我确定去找我妈呀 我这是要锻炼你的注意力 知道吗 屋里有人就看不进去输了 中考的时候 可没那个条件 让你一个考场 好啊 那我接入这个考验 你呢 就一直待在我的屋子里 千万不要去找他 也不知道 那我妈到底是说那里没有 小心两个人 单独在一个办公室里面 一定有很多话要说 初夏 这是你拉到我车上的东西 初夏 我知道你和沈安的婚姻是假的 你就别再勉强自己了 我愿意做你 避风的港湾 学长 你的这些话 我等得好辛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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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想起了还有些工作要出的出去一趟 有事给我打电话 啊 哎呀 哎呀 大人呢 周虚伪 你的意思是说 书夏和沈安在一起 不是他的本能 你有什么依据吗 泰迪哥哥 我不相信 对于他们突如其来的婚姻 你一点怀疑都没有 这段时间 我跟他们有一些接触 我觉得 这两个人的结合 掺杂了太多的目的 却唯独没有爱情 我知道 作为一个外人 我没有立场说三道四 可是我把沈哥哥当作亲人 我也很喜欢初夏姐姐 所以 他们两个都能幸福 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可是守着这样的婚姻 能幸福 我们做朋友的 总不能袖手旁观吧 再说 初夏姐姐对你 不可能没有好感 我听说在学校的时候 你们几乎天天见面 对一个女人来说 你在她心里 不可能没有位置 所以 如果你能再坚持一下 争取一下 说不定这两个迷路的人 就找到方向了 对不起啊 学长 我来晚 在哪儿 嫂子 我是顺便路过的 太迪哥哥 我们以前在美国就认识 没事 挺好的 学长 这就是我辣的东西吧 你还要不要喝点东西 我就不喝了 不打扰了 不是的 嫂子 你误会了 什么 初夏 你这样会让我们两个人很尴尬吗 我和佳莹 正处在互相了解不接的 而且佳莹 特别容易害羞的 还希望朋友们多给我们一些空间 我明白 你放心 这件事我绝对不会跟任何人说 就当我没来过 继续了解 慢慢了解 大姐哥哥 初夏已经认为我有了新的目标 你想利用我 把初线从沈丸身边带走的情况 可以死心了 原来真挺不好打车的 打车吗 打车吗 我的确错过了很多次抓住初夏的机会 我也很后悔 如果初夏轰头过得不错 如果初夏不好受了委屈 我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这点沈丸也很清楚 但是我现在不能断定初夏过得不幸福 因为无论他们两个的婚姻 有多突然 多么难以理解 那都是他们两个人自己的决定 初夏和沈丸 他们两个是我生命里非常重要的朋友 我可能会偶尔吓下沈丸 让他对初夏更紧张 更在乎 但我绝对不会为了争取自己的爱情 而且扰乱他们的生活 那是一种自私 夏洋 你也应该意识到这一点 泰迪哥哥 我想你是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只是出于一个妹妹的立场 放心吧 今天的事情不会告诉人 但我希望你可以好好地想一想 我说的话 嗯 办事刚好经过 这有这么巧吗 没办法 生活远比戏剧要精彩多了 这个李泰迪也真是的 大晚上的也不知道送送客人 这得算是不礼貌了吧 人家有特殊原因的好不好 沈丸 你有没有想过 有时候看起来 毫不相干的两个人 其实挺合适的 你什么意思啊 嗯 莫初夏 在家的时候因为当着梦想 你拒绝回答 现在可以告诉我答案了吧 什么答案 你 是不是喜欢李泰迪 反正 梦想中考之前 我肯定是搬不走了 你干嘛还这么关心这个问题 我也就是随便问问 就当我是爱好八卦 那些娱乐明星的小道消息 我如数家珍 你跟我讲讲 满足一下我的八卦之心嘛 你跟着很难看 什么事啊 总裁 董事长明天要见你